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那比如說有這個入門的 不是進階入門的 那我把那個入門的可能 因為我通常會把它分兩階段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當然後面還有一些其他物件的 尤其像工作表物件 像那個工作部物件 或者是application物件 等等的比較進階用法 那我可能把它區割在那個 下個階段 比如說網路上抓資料 這個當然我會很想講 而且大家很想知道 可是問題你根基沒打混 有些東西我講 你可能會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來 所以先把根基打混之後 你資料一下來 你才有辦法先再做處理之後 秀在你的工作表呈現出什麼樣子 那其實可以分階段 比如說前面就是下載 那之後也許是一個工作表裡面的 把資料放在哪個地方 做什麼樣的後續處理 這些我們都有講過 那再來就是多工作表 多工作表可能你會遇到工作表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那這個部分 比如說像新增一個工作表 或者複製一個工作表 或者是什麼 刪除等等的這些相關的應用 那如果說你的根基還沒打穩 我怕可能會產生更大的負擔 所以這個我想我們安部就班來了 所以一般是在入門部分 那裡面有幾題我覺得不錯 請各位順便看一下 像這邊 V6案數 搭配起來還蠻接近的 那這個題目也是證照的考試題 不過其實也是一個飯店管理的一個題目 實際上它也是利用什麼 利用以所有當資料庫 類似資料庫 那請各位把它下載 那下載特別注意 點擊這個範例檔之後 上面有個箭頭 上個禮拜有同學 不太會下載雲磅硬碟的東西 記得上面這個 反正你要下載它 上面一律都會有一個箭頭 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什麼 下載下來 那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題 它主要的問題大概就是第一個 先把那個有兩題 兩個重點 第一個 把那個Book ID 做出來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把Book List做出來 所以會有兩個工作表 第一個是Booking 那Book ID 這怎麼來的 特別注意 這個Book ID 它總共必須要拆成三個部分的東西 四個東西來看 首先第一個 這個是完成的 這個是完成的 我們來看 基本上你可以把這個第一個問題 拆成 一 二 三 四 有四個區段 那第一個區段做什麼 把它的Hotel 名稱 去到那個後面有一個Hotel Detail的一個對照表 裡面去查什麼 查它的縮寫 因為每一個飯店都有縮寫 OK 第一個先把飯店的縮寫 查過來 所以你們可以再到那個 後面有個Hotel 它的縮寫在這裡 這個對照表 已經幫各位做好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做了 以後如果你要做的話 自己再把它定義 從哪裡 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這邊已經有定義好了 那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一個叫Hotel Detail 這個已經定義好了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它的飯店名稱 找到第二欄 實際上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縮寫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去找它的縮寫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它拆成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要把什麼 把它的check-in的日期 把它格式化 成四個字 那這四個字 只包含月跟日就可以 年的部分不用 而且要試滿 所以如果是1月6號的話 那就0106 OK 再來的話第三個 所以中間都要加一個dash 應該叫minus 一個minus符號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它的入住天數 這個所謂入住天數 不是入住晚 幾晚是幾天 所以你必須把什麼 check-in的日期 檢掉 check-out的日期 檢掉 check-in 那必須還要再加1 為什麼要加1 因為要把原來沒有算到的 它自己本身這一天 加回來 它才會是正確的日 是日喔 不是晚喔 不是幾晚 是幾天 那最後的話呢 最後一個是 把它的first name 串在第四個 所以基本上 那你第一個 要怎麼樣把 這個book id 把它做出來 哇 如果說你要土把鏈鋼的話 哇這麻煩 比如說你第一個 那土把鏈鋼當然第一個 你要先把它的 縮寫 掉過來 那第二個就是 它的check-in的月更日喔 那要改成什麼 改成四碼 欸 這個地方用哪一個函數呢 這個可以提示一下 叫text函數 TEXT text函數呢 裡面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它的值帶過來 然後給它什麼 給它格式 那前面呢 我們好像有做過 四碼 三碼 這零零零 那如果是遇到什麼 那個日期跟月的話 日期 就是月跟日的話 其實很簡單 這個部分可以試試看喔 那再來是 入入幾天 兩個相減加一就可以了 OK 最後的話是first name 所以最後的話呢 把它向下填滿 第一個問題 bookID就做出來了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這個bill list 等於是它的帳單 那這個帳單喔 當然它這邊已經有bookID了 那也就是透過bookID呢 你可以查到這個人的全名 欸那怎麼查 比如它的這個 當然喔 比較笨的方法是這樣 把它的bookID 到前面怎麼樣 Ctrl F 然後把它貼上 去找什麼 它的ID啦 不過我看應該還是有人這樣在做 啊這裡面的話搜尋 記得搜尋內容 啊搜什麼搜欄 搜這一欄 尋找 它會找到 有沒有 找到一個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的ID裡面的相關字 要帶過來 包含什麼 它的名字 全名嘛 欸所以你會發現 全名不就後面這邊就有了 好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它住幾號房 這邊應該有幾號房 好 然後它的什麼 欸 住幾晚 那住幾晚喔 是幾晚不是幾天喔 所以不用再加一了 好 那多少錢 欸 這個price喔 特別注意喔 那我怎麼樣查到那個price 喔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hotel 後面有個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喔 在公司裡面有名稱管理員 其實裡面有一個叫做 look price 指的就是這個對照表 那它要怎麼能夠查到 房間的 價格 第一個縮寫 第二個是 它是幾號房 欸縮寫加幾號房 好 飯店的縮寫 加飯店的幾號房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飯店的縮寫 加幾號房 再去查什麼 looking price 欸 就可以查出來 最後把幾碗乘上 多少價錢 就可以 得到它總共應該要花多少錢 OK 所以這一題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題目其實不難啦 但是就是說 欸 你需要 你需要把 上個禮拜的東西 全部套用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哇 這公司這麼一串 但是各位也不用緊張啦 反正只要你懂個邏輯 一步一步呢 就可以做出來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一題 好 因為這個地方 在公司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他已經幫我們建了蠻多的那個對照表了 好 比較重要像那個Hotel Detail 這一個 如果說你不知道這個名稱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把郵標放在這個下方參照到的地方 點一下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切到這個位置 好 那實際上你也可以自己定義 那怎麼定義呢 我前面講過嘛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在這個格子裡面輸入那個名稱 它將來就會用名稱去代替那個範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這個地方 那我們需要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縮寫 也就是說這個Hotel 它的縮寫叫什麼 好 那第一個當然就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呢 我們用什麼 用檢視與參照的最下面 VILLE函數 確定 那查什麼 其實這個是很直覺的 首先呢 要查的就是 這個Hotel的 我媽做什麼你要知道 那其實這個就是跟著你的邏輯走 好 第一個就是你要查的Hotel名稱 第二個對照表 所以按F3 所以呢 名稱一般都對應到那個F3 那有個Hotel Detail 這個對照表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如果不知道說到底你做的對還是不對 你可以看下方它會出現有個陣列 這個陣列的話呢 會顯示出來 比如說它的名稱 逗點 有沒有 然後它的縮寫 然後這個應該也是它的縮寫 有兩個縮寫 那抓回來 第幾欄 第二欄 那比對方式的話是0 完全比對 OK 確定 第一個呢 會把什麼 它的縮寫抓過來 第二個要加上什麼 AND 串接 一個那個 minus符號 然後它串什麼呢 欸 就是它的 check in的日期 的縮寫 當然如果你直接拿check in 按打勾的話 怎麼樣 它會出現 縮寫加上 39,819 這是什麼呢 數字 為什麼 這數字就是 它跟1900年1月1號相差幾天的意思 三萬多天 那可是我們不是要這樣 我們要什麼 月跟日 而且要四滿 怎麼辦 Tesla 刮虎 Value就是它的日期 逗點 特別注意喔 雙以後 月的話喔 是要兩個月 所以喔 兩馬 這個不知道 哥們用過 MM DD 這個跟那個 好像在那個什麼 格式裡面 好像也有類似的用法 有沒有 也就是 如果你要兩馬 可以用M MMDD 然後刮虎 打勾 這個地方打勾 OK 好 縮寫 把它放大一下 縮寫加上它的那個日期 然後再什麼 end 串接 minus 4 再來什麼呢 住幾晚 住幾晚 住幾晚什麼 他的 住幾晚什麼 Check in的日期 減料 減 Check out 減Check in 再加一 因為是算日喔 不是算 幾晚 所以要把 Check out的日期加回 然後呢 這個一般打勾一下 三天 再end 然後 串接一個 minus 符號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這個人的 他的 first name 所以first name 的話就是 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H2 打勾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的Book ID 特別注意喔 你前面這個地方不能做錯 因為你做錯 他後面那個 booking list 就會找不到 booking裡面的東西 因為這個booking list booking ID喔 有點像是一個資料庫的那個private key 主key啊 不可能重複的 而且但是也不能錯 因為錯的話就找不到 就跟你的身份性字號一樣 他是有規則的 那這個規則由誰決定 那當然你自己決定啦 或者你公司內部開會的時候 決定哪一個book ID 他這樣的話呢 向下填滿 OK 好一下就做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不會這樣的方法的話 哇 恐怕把這件事情做完 應該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 對不對 不過你會發現呢 現在還是有很多人 不太會用VLU函數 或者是說即便會用 但是遇到像那個TES 好像就會掛掉了 或者遇到串接好像又掛掉了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你把book ID做完之後 等一下呢 再切到這個BO list 就利用booking ID 找到他的名字 還有他住幾號房 住幾晚 然後呢 他這個幾號房 飯店的幾號房 多少錢 他的帳單應該是多少 要能夠查出來 當然這個很像資料庫 在資料庫裡面 自己去把其他欄位的資料調過來 這個當然就有點難度了 不過這邊的話還好 我們用VLU函數 通通都可以升任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booking ID先做出來 來試試看這個BO list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謝謝